欢迎大家来玩大数据 这一段我们要讨论的是智慧数位医院 从刚刚看过的这些案例 还有每个阶段讲的一些方法 在大数据的一个应用方法上 其实我们就可以再去建构出一个 所谓的数位智慧医院 那详细的一个做法 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模式 我们再请许泽轩老师 来跟我们做这部分的说明 好 其实在智慧医院这种概念 你会听到很多名词 像智能医院也好 智慧医院也好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去想 什么叫做智慧 医院本身而言就集中很多医生的大脑 其实他应该就很有智慧 但是这些智慧基本上 他解决的问题是在你生病之后的问题 那你一进到医院之后 我们能不能透过所谓的进入医院 去进行追踪管理 到你出院之前 给你一个完整的report 告诉你 你回去要做什么样子的预防 你回去要做哪些的管控 那我能不能透过一个 云动化的平台上面 回去去看自己的生理指数 或许是一个apps 或许是一个平台 或许是一个书面的报告 所以这部分来讲 我们就来看 其实现在来讲 许多医院纷纷导入智慧化 智慧化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一件事情 我不希望要用这么多的护理师 去重新填写相关的报告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在很多的智能医院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做的是智慧型的血压量测器 智慧型的体重量测精 那这些智慧型的血压量测器 跟体重量测器的差异性是什么 你一想 对啊 老师们 我们其实很简单 过去而言我们量完之后 就拿一张表 写一写而已 不对 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智能医院他做的事情是 我透过无线网路将这笔资料上传到云端 你当你使用你的健保卡 你进到医院之后 你完成挂号 去量身高体重 由健保卡 去将您的身高体重血压 进行资料的储存 你未来不会在医院里面 抽取到一张手写的号码单 你不用再去手写 你的血压脉搏 你不用再去手写 你的体重跟身高 为什么要避免到这件事情呢 因为人总是会有散失 你有可能会把1看成7 7看成1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只有用过数值化的方式 只有传到云端 医生当你到病房之后 医生常常会问你 那你最近血压如何 就是说医生不用再问你 因为健保卡插下去之后 咨询系统就直接跳药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云端医疗的重要性 是在于 如果透过整合型的云端医疗 它可以将您的过去的历史记录抓进来 我常常在医院听到 曾经有医护人员问过 伯伯或老太太的问题 请问一下 你最近是不是体重有变轻了 伯伯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只觉得食欲不好 但是我不知道我体重变轻 那医生要怎么去写 他没有资料资料 他无法去做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过去医生会在你的病理资料表单上 去贴很多的条码单 这每个单子 都是每一台机器印出来的资料 但是这笔资料会不会说 不小心护理师撕到了 碰到了 掉了 资料就不见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室能医院还要做的 第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把所有的数字收集起来 存到云端 医生只要用一个数位表版 就全部可以看到你的资料资料 而这个资料资料 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 当我今天想要知道 你的轨迹 你的特质 我就可以先行萃取 第二个部分 你去想一件事情 一个孕妇妈妈到医院里面 她每一段时间 回去做代产的时候 她是不是都要去量 她的体重资料呢 这个体重资料 是不是跟小孩的周税 满税 是不是有相关的相关性 其实是有 是不是因为母亲吃的东西 不健康或健康会有影响呢 对于小朋友胎儿的行程 是不是有帮助呢 所以智能医院 他就把这块的部分 把它做串接了 那你未来进到医院之后 他会将你所有的资料数位化 因为你的数位化 所以你可以在报表里面 直接看到你相对的轨迹 而且你会看到的事情是 医生建议你的取向轨迹 这两个轨迹 你就知道 我是不是应该要多饮食 多摄取哪些东西 去补充我的身体的状况 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 智能医院它解决的问题 不再只是单顶的资料收集 而可以透过大数据的方式 去做资料的比对跟证客 所以说其实我们等一下 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做一个所谓的overall的概念 我们去谈从生理指数收集 基因收集到医院的门诊挂号 到医护人员的辅助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 在园林彰化基督教医院 食物里面来讲话 他曾经给我们做过 哪一些食物应用的干例 我们等一下来透过影片 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的介绍 手机讯号声响起 是病患用病床服务平台 通知护理人员 眼底可能得换了 护士四处趴趴走 只要有台行动护理工作车 不用回工作站 就能搞定病患需求 好 这时候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彰化基督教医院这个案例 你会发现 护理师他不再需要 透过冗藏的设备 他可以通过简单的 所谓的调码机 可以知道消费者 他在做操作的过程中间 他躺在医院的状况下面 他的心血管跳动的支出 护理站他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透过数位表板 可以知道每一个医院 里面每一个病床里面 所有的护理人员 他参与状况跟参与清醒 然后每一个病患 他所发生的不舒服的状况下 他都可以做及时的监控 包括病床状态 病患资讯或手术检查排程 全部医化管理 减少出错也提升医疗品质 这处规划八年耗资三十亿 所打造的智慧医疗中心 不只健全了南章化地区的 急重症医疗网 它的先进技术 还吸引各国医界来朝圣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影片上面 我们可以显示出一件事情 当间消费者 就一个所谓的亚健康的人 他要去做检查的过程中间 他只要拿着他的所谓的健保卡 然后进到这个体系里面之后 他可以帮你做一个所谓的读取的动作 读取你的个人资料之后呢 他去帮你做所谓的筛检 筛检完的资料呢 他自动放到所谓的筛检槽 由这个筛检槽呢 自动去做分析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所有的东西都有数位化去做惯例 我们可以看到 以现在来看到这个影片上面的 一个贴片的部分 他这个贴片呢 就做了很多多重的 生理资料资讯的收集 这生理资料资讯收集做到什么 包含透过所谓的无线传输 把血氧 把所谓的心跳 把体温 心电图 呼吸频率等等的 去做一个收集 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你的手机 就可以知道你个人的 生命的资料资讯 而这生命的资料资讯呢 可以结合在心电图 反推出你的健康的状态 这是目前来讲 我们使用在大数据应用 在医疗里面来讲话 是比较常用到的一个 无应用技术 好 以上来讲话 其实就是我们看完的影片的内容 你会发现 其实这影片里面 透过护理人员 从你登门之后的挂号 到你出院之前的资料分析 其实基本上也 你只要躺在你的病床上 所有资料 全部所谓的云端化的方式到你的眼前 所以你再不用去担心一件事情是 你不知道医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帮你修复了哪些东西 而是你透过所谓的数值量化方式 知道每一关每一关每一关都做完了 回过头来 这些的科技应用 全部都是因为大数据所带来的便利心 因为大数据将资料帮你串接了 当你认为为不足道的数值 它变成有价的资讯了 当你认为别人的生病跟你无关的状况下 它把它变成别人的生病的状况跟你有关 那这些跟你有关的资料 如果你把它收敛起来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跟健康的身体 所以以上来讲话 我们今天要做个说明 所以这个所谓的医疗方面的大数据运用 是不是已经现在就在进行了 对 当然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在进行了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期待 未来我们在医院还有医疗的一个照顾上 就可以得到这部分的一些服务了 我们谢谢许哲轩许老师来带给我们的 这部分的一些案例说明 还有精彩的一个介绍 谢谢许老师 谢谢